最佳国语男歌手 得奖的是林俊杰 2014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 就是33岁的新加坡创作歌手 JJ林俊杰 在中文歌坛打拼了11年的他 这份荣誉来得不容易 林俊杰 我觉得在新加坡 即使是念中文学校 其实到了台湾生活一阵子 才会发现说 其实纯中文的一个社会 是属性的 所以我又是一个英小的 到台湾其实去生活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文化差异 其实我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把中文好好的掌握 谢谢军军长 掌握号华文 不仅对JJ的音乐事业 有许多助力 更帮助奠定他 在中文歌坛的领先地位 2003年 他的首张专辑 《乐行者》里的作曲 全部由他一手包办 发行了一个月内 销量就突破了20万张 2006年 他凭着曹操专辑 夺下北京流行音乐颁奖里的 年度专辑和制作人奖 但是娇人的成绩 并没有使他松懈下来 我觉得大家对于音乐 这个要求变高了 因为世界变小 大家接收到的讯息 快了很多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反而竞争变更激励 这也是好事 因为对我们做音乐的人来说 我会给自己更高的目标 我也会给我自己的团队 更严苛地要求 说我们一定要 用世界的标准在做音乐 除了做更好的音乐 回馈歌迷 JJ对中国的公益事业 也不遗余力 2008年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他漏夜赶工 创作和录制了歌曲 爱与希望 那时候刚接收 看到新闻 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震撼 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希望可以来安慰 除了我写这首歌之外 我听过一个 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就是地震的现场 有一个女生的手机上 是播放着我的歌的 因为这样子 它生存下来 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 那首歌救了它 我很感谢 我有那首歌 JJ通过音符 提高了新加坡的知名度 也拉近新中两国 热爱流行音乐歌迷的距离 他更通过善曲 展现了新加坡对中国的友好 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畅而优责商的他 在2008年创立了个人潮流品牌 Smudge JJ的双语驾驭能力和双文化认知 不但帮助他驰骋中文歌坛 也对他推出服装品牌有许多帮助 能够通过双语 我能够通过双语去跟全世界的人合作 我可以通过Videoconference 我可以直接跟美国的乌拉格的乐手们 同时在新加坡或是在台湾 在内地 把所有的乐手 所有的制作人 拉到一起一个空间来 我們一起來錄音 把我的音樂變得更國際化 變得更有凝聚力 我覺得這是我作為BiLingo 最大的一個心得 最大的一個成就